基隆這處公寓建築 房東和屋主竟然因為門鎖的問題 鬧上法院 走近點看 鐵門外竟然有三道鎖 而且還是房東動的手腳 讓房客出不了家門 法官判定男性房東妨礙自由 判決兩年四個月徒刑 具體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那件事情是有報警處理 是從外面把他反鎖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出來 這件事情鬧到連鄰居都知道 這名男性房東在2014年9月 以每個月一萬兩千元 將整棟四層樓含地下室 租給謝信一家六口 做了兩個月後 謝信房客發現房內漏水 希望房東能修繕 沒想到房東一口拒絕 謝家氣得故意積欠房租抗議 雙方因此有心結 後來房東見謝家積欠房租 好幾個月要求立刻搬離 但就在2015年2月 房東知道他們仍然沒有搬走 就找來鎖匠 將一遊大門及地下室 對外門都上鎖匯 切斷電源 結果去到現場的時候 警察也在 然後那個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 發現門上面被鎖匠 站著那個 鎖匠鎖 隔天謝家人要出門 才發現被困在屋內 對窗向鄰居求救 請求開門 最後他們報警 才結束這15小時的軟禁 之後房東又陸續鎖住 大門三次 還找來鎖匠換鎖 謝家人份額提告 但房東向法官表示 不記得有上鎖 還認為謝家人 可以從陽台出去 檢方調查發現 房東對謝家上鎖四次 其中兩次謝家自行逃出 藍姓房東到案後 還否認犯刑 變成門鎖不是塔莊的 但基隆定院審理後認定 藍姓房東是故意所為 判決結果確定 借朱丁龍 基隆報道